HELLO 大家好,我是軒仔 今天我們去了這間萬好冰室,叫這個lunch 我預先在網站上點了,點了,然後才去pick up 我們叫了第一個就是雜扒,雜扒飯 它就是豬扒和雞扒,然後有個火腿和一隻雞蛋 第二個就是婆婆雞飯 第三個就是吉列豬扒意粉,好像是咖喱汁 第四個就是叫做黑松露滑蛋蝦飯 然後這裡就是送凍飲,全部跟餐都是有凍飲送的 我們就叫了凍飲茶和凍飲茶 份量也挺多 OK啊,這裡也 我們先試一下,第一個要試哪個好呢 試一下松露蛋 其實很少,茶餐廳有松露 其實它一打開就已經很香了 你看看 是不是很濃郁的松露味 這些松露味都挺厲害 對,我看到很多黑色點 對,還有很多松露 除了炒蛋上面有松露之外 另外還有一匙黑松露在表面 你試一下蝦,脆不脆,新鮮嗎 吃蝦挺爽的 而且蝦也算大隻 它有1,2,3,4,5隻蝦 那也算很多 OK啦 起碼不用細小隻蝦 對,但感覺上飯和餐的比例 就好像飯多於餐 這個就是吉列豬扒咖喱 可以選擇飯或者意粉 它的豬扒中間是有骨 大塊骨 咖喱是辣不辣的 它的咖喱是辣的 港式咖喱那種 但我覺得它比普通港式咖喱是偏辣的 對 一入口有種很像辣的感覺 那豬扒肉質如何 豬扒肉質如何 豬扒就好像 又不是特別軟 我覺得一般 可以接受到 不是很軟,但又不是很韌 嗯,這個我覺得OK 一般 豬扒 我們試一下 這個就是葡國雞 葡國雞 其實顏色好像比普通葡國雞飯 比較淺色 我覺得它像咖喱雞 多一點 看下去 它的雞是沒有炸過的 看起來好像很像 因為平時通常是炸的 雞好像可以再軟一點 會更好吃 我覺得 那葡國汁怎麼樣 葡國汁味 就不太吃得 是不是炒飯底還是白飯底 其實它好像是炒飯底來的 我看到有些蛋絲在 葡國汁就OK 有些有稀 稀到好像只有顏色 它這個 是有顏色得來還有味道 是啊 但又不是太濃 那OK的 它還有芝士在上面 是啊 有些洋蔥 還有紅椒 這個 就好像是普通一點的 這個是雜扒 它是豬加雞扒 然後有火腿 還有一隻蛋 它好像是可以選汁的 那我們就選了這個 黑椒汁 這個豬扒好像有點韌 對 我覺得韌了一點 那黑椒汁辣不辣呢 它的黑椒汁呢 先試一下 這個意粉 因為不要吃太多 剛剛的醬汁 它黑椒汁也是辣的 真的吃到黑椒味 所以辣 這個也OK的 我覺得 就普普通通 對 普通通 你試試凍檸茶吧 我們叫了這個是小甜小冰 嗯 都挺甜 不是小糖嗎 是啊 我覺得都有點甜 那檸檬味 茶的味道就OK 我覺得都是一般 不是什麼驚喜 沒有什麼 我覺得這裡整體的味道 我覺得 3.5 就是 最好吃是誰 你覺得 最驚喜的是誰 最驚喜 就是如果這四個 你會選哪個 就是推薦呢 嗯 其實就真的不是很大驚喜 哈哈哈哈 就是很普通 對 我覺得就一般 所以就給它3.5顆星 施直 其實我覺得 只有3顆星 3-3.5 對 3顆星 因為這裡其實都不便宜 這些東西 除了凍飲 不用加錢之外 對 凍飲不用加錢 可能在裡面的價錢 所以這些東西 是偏貴一點點 我覺得 所以三顆星 我覺得它有 如果有什麼新的餐廳 你想推介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的話 就記得 comment,like,share和subscribe 下一集再見 拜拜 好 好